包含的是金中国持细成在内多人确诊 金中国的经纪公司也证实 他因为出现感染感冒的这个症状 进行PCR检测后确诊 而其实他早就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 南韩人气纵域Running Man 深陷染疫风暴 继国民NC刘在席确诊后 10号传出固定班底 金中国也染疫 他的经纪公司证实金中国有感冒症状 进行快筛后新冠结果呈现阳性 工作全喊咖 但同时也表示他在去年 已经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人被感染目前状况良好 并且由于金中国确诊前后 没有进行节目拍摄 因此不会影响后续Running Man的录制 另外同样是Running Man 固定班底的艺人慈熙成 在得知金中国确诊后 马上进行快筛 初步检测为阳性 目前已接受PCR检查 等待结果出炉 还有节目成员之一的梁士燦 之前就因汉确诊者有密切接触 PCR检测呈现阳性 目前在居家隔离当中 其实Running Man的录影 已多次受到疫情影响 去年12月刘再席因为确诊缺席 不过他在短短7天痊愈 也马上复工 他透露隔离期间 因为太多人打电话来关心 反而说话说到嗓子都哑了 1月也发生过嘉宾迎贺确诊 由于目前南韩疫情相当严重 每天5万多人确诊 也让韩国演艺圈持续爆出明星染疫的消息 接着综合报道 MING PAO TORONTO